對五中夫妻倆一手牽著八歲大女兒 爸爸背著四歲小女兒 一家四口跟隨媽祖不間斷 從嬰幼兒到小學 女兒從不喊累 幾個月的時候我就推著她走 現在其實她都 你叫她走她都可以走 我覺得很有動力 而且會媽祖就是無形中帶著她 那我們就跟她講說到前面就到了 其實小朋友她都不會累 就還是會一直往前走 原來夫妻倆在交往時 在新港遇到大甲媽繞境 深受感動決定跟隨 不知道是不是有敗有保佑 管理工作上特別順心 一走就是十多年 這處理任何事情的時候 對上跟對下面的管理 就覺得比較可以造成 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覺得那個慈善跟那種想法 真的會有差 另外還有這位女信徒 在醫院檢驗科工作二十年 跟隨繞境已經第三年 因為遇上疫情 醫院超忙 認為是媽祖庇佑 讓她都沒出錯 差一點出錯 但是因為就是一個念頭 覺得說我要再停一下 再檢查一下 如此這個錯誤發生 那我就會特別來寫 謝謝媽祖 做裝潢工程的張先生也很優感 還沒跟隨繞境前 案子狀況多 六年前走了一趟大甲媽繞境 案子幾乎不間斷 就會一開始會覺得 工程很難接到比較不順 比較不順 然後就是冥冥之中 就會有案子 就會有案子 對 大甲媽繞境 年年吸引上萬幸眾相隨 不只體驗宗教文化 許多人誠心信仰 相信媽祖能給他們心靈力量 計程製员菜對應 SNG小組嘉義報導